那我就是九三军人节 国防部设计了许多小儿精小儿巧 适合全家一起参加的活动 那不止首次结合AR扩增实境技术 也第一次跟捷运公司合作 机场捷运的国军形象列车 就会在军人节那天上路 还参考卫福部吉祥物总裁 特别设计身穿三军不同服装的柴犬柴小宝 来担任国军形象列车的亲善大使 他们推出只送不卖的文创商品 仔细涂上颜色再用平板电脑扫描 假车立刻在荧幕上移动 国防部首次结合AR扩增实境技术 身穿化学兵防护服的柴犬柴小宝也神器现身 特别设计了许多小儿巧小儿精 适合全家共同参与的活动 九三军人节即将来临 除了鼓励军人穿军服上街 国防部也花费大约一个月时间 特地设计三军款的柴小宝 将担任国军形象列车的亲善大使 出现在机场捷运车厢的里里外外 还推出三个一套的限定版马克杯组合 只送不卖 柴犬的性格沉稳 然后勇敢 然后有顾家 但是他却又不好站 但是也不怕更不怕不怕站 可以跟我们国军做连结 因为想要跟上就是防疫的议题 然后所以总裁部分也有做参考 卫福部吉祥物总裁负责宣导防疫事项 大多以真面目亮相形象多变 有时则穿上指挥中心的灰色背心 化身为卡通版 国防部的柴小宝则是只有Q版形象 除了化学冰装弹 还有空军飞行服和海军水下作业大队服装 外型同样讨喜可爱 水下作业大队花我最多的时间 配件跟服装其实 差异上没有很大 都是黑色的 所以我在找素材跟图片的时候 花了不少的时间 未来有规划要做 纯钱筒 公仔跟扭蛋的等等文创商品 国防部也推出军人节形象影片 找来新台湾之子与不同族群的官兵 用六种语言和温馨的手法呈现 象征不同族群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 是我们的银子 把我们的家够吊吊吊 我是秦远吉江承知学 台北高道